你说 你说 描述统计 你说它的信赖区间 ok 等一下 我看一下它的信赖区间 ok 请注意哦 它这个信赖区间跟这上面的信赖区间不一样 然后 有一个关键哦 信赖区间是估计 不是 不是减定 可以顺便讲一下 信赖区间是估计不是减定 估计你的参数 大约是多少 它并不能够告诉你 如果说做这个判断 正确性或错误率有多高 这是两回事 但是详细讲 就要去真的就要做一些数据的推导 那我现在要特别强调 信赖区间或者是点估计 这种估计跟这个看批级的简定 是两回事 有一个关键你可以去想 你去算一个 不管你要你去做一个估计 不管是信赖区间估计 还是点估计之前 你有没有假计 你有没有假设 这一群学生 他的真实分数是多少 这个研究问题 是为了要做假设检定而提出来的 并不是为了做区间估计 其实从这个逻辑上 我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理解 为什么区间估计 跟信赖区间是两回事 这个我知道 如果说他这边如果也加个 那个信赖区间的话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这个信赖区间也不会一样 他的这个信赖区间是跟 那个是比较 是跟回归式的信赖区间 是比较一致的 因为关键在于说 他这边的那个 H 等一下 他这边是以那个 mean difference 去算 我改一下 因为他上面都是双侧 你们可以试试看 他这边所算的线线是只有 那个 这也可以稍微 扩充的讲一下 他这个one simple t 算的这个mean difference 跟等一下我们要认识的 相一样的 这个算法是一样的 就是关于说 信赖区间跟 假设检定为什么 不一样的补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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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